大家好,中国人一提什么,就是首要的,就是这房子,房子,房子,我得买房啊,为了房子,我得操碎了心 小两口,2013年,然后1月份,自由恋爱,登记结婚 婚后呢,这个女方住进这个,就是男方,名字下这个房子 这个房子应该是男方已经买好了 两年多以后,也就2015年嘛,他们就是女儿出生了 2015年出生的一个小姑娘,现在基本上也就是六岁,对吧,该上学了吧,对吧 那么人家,这女儿长大了嘛,就是为了让这女儿受到比较好的教育 他们这小两口的动起来,就是买这个,买套学区房 就是看看,找个学区房吧,对不对,没办法 现在都这样,2019年的时候,对吧 那么这2019年的时候,这小两口看上一套上海市区的一套学区房 但是两个人呢,他们不是已经有这个房子了吗 就是你如果再次购房,它不符合守房守贷这个优惠政策 那么两个人就开始商量,干嘛呢,假离婚 具体怎么操作,是这样啊 这个女方名下无房 那么离婚之后呢,就以女方的名义,就是购买这学区房 男方呢,把这房屋的就是首付款 就是以离婚赔偿的这个形式啊 离婚赔偿款的形式,转给这女方 先离,离完之后 男方把这个就是这个首付款啊 就是用这什么 他们那不得签的就是离婚协议吗 就有用这个离婚赔付款形式给了女方 就这意思啊 那么2019年7月,两个人去民政局办理这个离婚登记手续了 签了这个离婚协议啊 协议当中,它就规定了三个方面 第一个啊,关于抚养钱 这女孩,姑娘,小姑娘是归谁啊 归爸爸,归这男方啊 男方抚养 女方呢,每月支付3000块钱抚养费 一直到女儿,年满18岁 那么两个人的就是共有财产是这样啊 双方现在就是各自名下所有的一切账户 银行账户存款啊 各归各的啊 这个不相关啊 不予分割 那么宝马车就是一部归这个女方所有啊 那这宝马车还有这个车贷啊 也是女方承担啊 这一车也给了的女方 但里面还有一部就是一部分的贷款啊 那么女方店铺以及相关设施呢 还是就是这女方应该自己一个个体户吧 对不对 也是归的女方所有啊 那么双方就是没有其他的共同财产了 对吧 等于房子 他们现有的房子还是归这个男方啊 啊 等于是女儿男方抚养 房子归男方啊 加上他这个自己名下的一个财产 也就是这样啊 那么关于就是这离婚赔偿额 就是还有支付款项 这些东西就是男方支付女方赔偿额300万元整啊 所谓这个赔付款项 不是那就是两个人决定就是以后买这个学区房 等于当做这个头款吧对吧啊 那么离婚以后呢就是这个男方把自己还有跟母亲就共有的一套房子就变卖了啊 并陆续呢给这女方转的就是294万多啊 那么女方用这笔钱就是付了这个学区房的首付啊 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离了婚了啊 然后他们两个人还在一起居住生活啊 那么现在后来房子已经都已经买好了啊 等于等于等于原来的房产也就是等于处理掉了 等于买上学区房了啊 然后这男方就催促着女方咱俩复婚吧啊 可这女方就告诉这个男的就说什么 我们已经离婚了啊 为什么还要复婚 然后这这这男的就急了 咱们俩离婚不就是为买这个学区房吗 买这个学区房 现在房子已经到了手了 你你你你凭什么不跟我离婚啊 你是你是想真离婚吗 结果跟着你女的就吵起来了 这女的坚持说说什么 这说什么也就是也不肯复婚 而且说什么就是 我们俩已经没有感情了 对吧 咱们也签了那个那个离婚协议 离婚证也办了 对不对 离婚是咱双方自愿的 女的变卦了 听到听到没有 女的变卦了 为什么 现在房子归他 车也归他 明白这意思吗 闺女这女儿归这个男方 这是法律 就是法律就是已经定下来 我们我们离婚的时候 也是在这个那个民政局办呢 对不对 女的变卦了 多聪明这女的 当然这聪明是加引号的 然后您再接着看 说好本来是这个假离婚 就是买的学区房 没想到这个就是原配 现在变卦了 结果男的呢 连哄带求 想就是挽回这个婚姻 但是这女方呢 她就不松口 为什么她占便宜 现在房子在她名下 车也在她名下呀 而且也用着抚养女儿 就每个月给这男方三千块 结果这女的 人家就从现在 这个就是搬出来了啊 付婚无望 这男方就是就后悔 就当初这个假离婚 哎呀 赔了夫人又折病 赔了夫人又折房 他想到这个 结果这男方就越想 越这个气不顺啊 越想 这心里 当然 哥谁谁 心里都窝火 对不对 他就想到这离婚协议 关于这个财产分割的约定 他就是 还有转给这个女方 买房子 这就是294万啊 这 然后这个男的就是越想 就是气 气愤不已 就是 然后他就向这个女方提出来 就重新分割 夫妻共有财产 而且你把 我给你的294万 你还给我 这女方 就是跟这个男方 经常就是争吵啊 就是 是我们是因为经常争吵 感情不和 然后最终离婚 啊 而且就是他也没有承诺过 就是说 他这个 这个女的 那就跟这男 我也没有承诺过 跟你要复婚呢 对不对 你离婚协议 双方协商一致签订了 这合法有效啊 294万 你这个是离婚补偿款 不是购房款啊 我不 我不还 就这意思啊 那么现在这学习房 就俩人 结果 这这这这男的 就是已经闹得 人才两空了 啊 一气之下 给这女的告告到法院 啊 然后这个 法院 他就是 然后请求 他这男方是什么 他请求法院 依法撤销 或认定 就离婚协议当中 关于财产 分割的约定无效 让这女方 归还男方 个人财产294万 而且重新 分割夫妻的 共同财产 啊 等于现在 这男的到现在 房也没了 老婆也没了 车现在也没了 还给这女方 等于294万 就这意思啊 那么这个 在这案件审理 审理过程当中 这男方又撤回来 就是要求 这个女方 返还钱款 还有重新分割 夫妻 共有财产的肃请 表示这离婚协议撤销 或无效的后果 另行处理 啊 然后就 到了法院 就开始审了 对吧 然后法院 这法院 这应该是一开始 在区的法院 啊 就是你们住哪个区 到那去调解 调解不成呢 那就上法院嘛 对吧 那么现在法院 他认为什么 这个男方提供 就是很多就是什么 就是双方这个微信 聊天证据 录音的 还有这个证据 显示什么 女方在离婚前 多次跟这个男方 讨论这种购房政策 啊 贷款优惠条件 还有房屋置换方案啊 并且在离婚登记 前一天 还催促这男方 赶快 你赶快离婚啊 表示什么 他在微信里写什么 怕这政策有 有问题 而且离婚时间越长 贷款越好办啊 然后离婚之后 这个男方 就男女双方 以及还有跟这个 啊 男方的母亲的 这个对话 对话当中 每次都提到 就是没有想过要真离婚啊 就是为了买房子 必须离婚 等等等等啊 还说什么 房本下来 就是一年 复婚 这都是体现了 就是这个女方 不是非 真实的 就是离婚意愿 就换句话说 不是真想离婚 而离婚 为了什么 为了买这房子 而离婚 啊 那么一审的支持 男方这个诉求啊 离婚财产中 离婚 就是财产分割 离婚协议当中 就是有财产分割的约定 无效啊 同时这个男方呢 他刚才也也说了 就撤回 要求这女方 返还钱款 还有重新分割 夫妻 共同财产的诉求 那么离婚协议 无效的后悔 另行处理 那么是这个男方 对自身诉求权力的处分 啊 然后这个小 然后这女方呢 就是对此 就是没有任何意义 啊 这个法院予以批准 然后这个 一审判决以后 女方不服 然后就是 他接着再上诉 上诉到哪呢 就是低级法院不行了 啊 趋级法院不行 就上诉 上诉到上海一中院 啊 等于就是 第一次判的时候 就要求这女方 把这294万返回 就是还回去 啊 然后重新再分割啊 以前的所谓 所谓离婚协议 就无效啊 那么女方不服啊 对吧 我到手的钱 到手的房子 我怎么能够 给你透出去呢 对不对 然后这女方 他就说 到了一中院了啊 他说离婚补偿 是这个男方 为了拿到女儿抚养权 才给她的啊 并不是给她买房的啊 这个请求 就是撤回一审判决啊 然后改判 驳回男方的 就是原审诉请 那么这个现在上海一中院审理以后啊 他就认为 这个案子的焦点 就是在于什么 在这个离婚协议 是不是双方当时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这句话说你们是不是双方你们当时签的离婚协议 是不是因为感情破裂 是不是因为经常争吵 到底是不是真离婚 还是就是为了买房子的一个假离婚啊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刚才就是说双方就是办理离婚前后多次那个对话 微信聊天 基本上一中院他认为就是双方办理离婚 他是为了购买房屋 两个人所签的这离婚协议呢 就是为了就是达到就是首次购房优惠这个目的啊 就是达成了一个虚假的虚假离婚啊 虽然协议当中约定就是这个男方补偿给女方300万 在签订这个协议以后呢 就是男方也向这女方进行了转款 但这个款项的确是为购房的目的 而不是说离婚补偿 双方都确认就是双方婚后 并没有这么大的一个财产 男方向女方就是所转这个款项 也是为了出售与其他案外 案外人共有的这个房屋所得的款项 如果这女方所述的这个男方 是为了得到女儿这个抚养权 向他就是支付的这个就补偿款 那么这个补偿款也应该是在可控 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换句话说也是这个男方 就他能够自己能够付得起 这另外拿出来300万 但现在这个就294万或者300万 完全是在男方就是不可承受范围之内 跟其收入就是也不匹配 所以这个女方所述的这个观点 意见就是不符合不符合常理 不符合实际情况 这女方上诉不会维持原判 大家明白了 大家看看这个中国人就为了这个房子 到底是怎么样 他能够就是假离婚 然后就为了买这个学区房 为了拿这个就是 就是首次购房这个优惠 为了为了这个学区房他离婚啊 然后这个操作 结果这操作等于是没操作好啊 两人就是闹掰了啊 这两人起了起了内讧 你 要是说 再复婚 还能复婚吗 肯定复不了婚了 这男的就是也不愿意了 对不对 这这女的一看就就就就就就基本上暴露出来了 这女的他心里想什么 我说到这 大家如果听这个视频 也也应该明白这女的到底要干嘛了 对不对 我讲你 你再看啊 你看看这个上上海就还有一家 你看人家人家这操作啊 想把这个房产过户给这个儿子 给给这子女啊 这个儿子也结婚了 想过户过户的儿子儿媳妇啊 看这人家这老两口 还有人家这一家怎么做 这个父母的房产啊 800万啊 如果要是正常过户 按按照就是说这个计程啊 或者什么过户啊 人家父母觉得这笔费用太高了啊 人家你看人家这这个操作啊 具体这样啊 首先老两口先离婚 老两口离婚以后 然后这房产的归这个就是父亲啊 一个人名下 父亲的房产证上写这父亲一个人名字 然后儿子跟儿媳妇离婚 然后呢就是父亲迎娶儿媳妇 在房产证上留下儿媳妇的名字 紧接着父亲跟儿媳妇离婚 房产归儿媳妇名下 紧接着儿子和儿媳妇复婚 父亲和母亲付婚 这稍稍操作对不对 这一系列操作 然后房子亏儿子名下 牛逼吧 牛逼报了吧 啊 这一套操作下来 只花了一套公本费 大概就是大概300元啊 程序是复杂了点 省了50万啊 你看人家步步啊 一步一步算计好 心惊肉跳啊 怎么样 牛逼不牛逼 啊 这这座操作操作666啊 牛逼吧 啊 你学学人家啊 别 中国人啊 别总搞内讧 你小两口买学区房多好啊 对不对 干嘛呀 总想别的 你看人家 看人家 这一家 人家这个啊 这个公共婆婆 儿子儿媳妇 你看人家这紧密团结 对不对 操操作 牛逼 好 这一套照着 嗯